欢迎大家收看以哈战争快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内塔尼亚湖计划在战后控制巴勒斯坦地区的以色列安全 红海是否正在完全军事化 巴勒斯坦援助机构负责人警告称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内塔尼亚湖首次提出了对加沙的强硬后日愿景 议会向以恐怖统治的伊斯兰主义者屈膝投降了 请大家收看 内塔尼亚湖计划在战后控制巴勒斯坦地区的以色列安全 日经亚洲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湖提出了他针对加沙地带的首个正式战后计划 他的计划包括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保持安全控制 并将重建与非军事化挂钩 巴勒斯坦官员对该计划表示了否定 并认为注定会失败 该文件还提议 以色列将在约旦以西的所有土地上保持安全控制 包括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红海是否正在完全军事化 半岛电视台 红海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运路线之一 由于野门胡塞武装分子对船只进行攻击 已成为争议的焦点 这些武装分子一直在攻击他们认为 与以色列有关的船只 并最近禁止美国和英国的船只 进入他们周围的水域 因此 船只不得不改变航线 导致延误和成本增加 美国 英国和中国等大国已被卷入这一危机 并对野门胡塞目标发动空袭 美国和英国还正在组建一个多国部队来保护贸易 欧盟现在也加入了 该地区的军事化日益加剧造成了重大影响 巴勒斯坦援助机构负责人警告称其 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纽约时报 联合国救济和工程署 安若尔为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援助 但由于缺乏资金 该机构濒临崩溃 自有关12名安若尔员工参与哈马斯领导的袭击的指控出现以来 该机构已经失去了4.5亿美元的捐款 包括来自美国的捐款 如果没有新的资金 安若尔的储备将在3月份用尽 援助组织警告说 加沙正处于饥荒的边缘 内塔尼亚胡首次提出了对加沙的强硬后日愿景 华盛顿邮报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提出了一项 关于以色列无限期军事控制加沙的提案 这项提案于周四晚上提交给他的安全内阁 并在午夜后向公众公开 这是进一步讨论的起点 该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内塔尼亚胡的公开声明 包括以色列军队在哈马斯被消灭之前留在加沙 以色列与埃及合作加强对加沙南部边境的控制 以及解散和取代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 安若以色列指责该机构与哈马斯勾结 议会向以恐怖统治的伊斯兰主义者屈膝投降了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下议院议长林塞·霍伊尔爵士 因其在周三举行的 有关以色列和加沙之间暴力冲突的辩论中的处理方式受到批评 尽管传统上该日式苏格兰民族党SMP保留的日子 霍伊尔允许工党就这个问题进行反对党日辩论 议长表示他希望防止进一步分裂并保护议员的安全 然而 他的决定被对手批评为绥靖主义 指责他屈服于声称受到威胁的工党议员 其他政党的议员 应对霍伊尔处理辩论的方式不满而罢工 一个相对无害的工党修正案也被通过 这一事件引发了人们对议会受到外部压力影响 以及议员因害怕威胁和种族主义指控而被沉默的担忧 作者认为 这种恐惧进入了政治领域 是由于黑人的命也是命 BLM运动 迫使政治家们为了生存而屈从于极端主义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 呼吁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进行重大调查 雅虎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 呼吁对巴勒斯坦领土和以色列的人权侵犯进行审查 调查请求涉及到2023年10月31日之前的12个月 但联合国人权高专希望进一步调查 1967年6日战争后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 滥用行为清单包括杀人 劫持人质 破坏民用设施和集体惩罚 正式调查将包括2022年10月7日 哈马斯和其他组织在以色列境内杀害1200多人的恐怖袭击 以及以色列的初步军事反应 巴勒斯坦当局表示 以色列的战后加杀计划注定会失败 半岛电视台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批评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关于加杀后日计划 称其注定失败 并表示该计划旨在延续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 该计划上周提交给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 以色列将继续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杀地区保持安全和军事控制 内塔尼亚胡还拒绝了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 并表示只有通过直接谈判才能实现与巴勒斯坦人的解决方案 休斯顿 我们已经将登月任务私有化了 而且事情可能再也不会一样了 澳洲ABC 总部位于休斯顿的Intuitive Machines公司 成功将其月球机器人奥德修斯降落在月球南极附近 这是私人建造的车辆首次在月球表面轻轻着陆 这个着陆器是由埃隆、马斯克的SpaceX从地球发射的 并携带了一系列科学仪器 其中包括六个工美国宇航局使用的仪器 这次任务的成功预计将导致公共和私人对月球任务的投资增加 美国的目标是与中国竞争 中国已成功将无人飞船降落在月球上三次并计划进行未来的任务 奥德修斯上搭载的科学仪器将有助于为拟异的月球基地铺平道路 并研究月球尘埃的行为 月球也被视为前往火星任务的潜在中转站 并且有长期计划在月球表面开采金属和稀有同位素 这次任务的成功预计将鼓励更多的商业合作伙伴关系 和对月球任务的投资 英国饶舌歌手Wiley因反犹太主义言论被取消MB勋章 BBC 说唱歌手Wiley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反犹太主义言论后 被剥夺了他的MB勋章 这位被称为Graham教父的音乐家 于2017年获得了MB勋章 但在2020年 他的社交媒体账户被充斥着反犹太主义评论 Wiley随后被Twitter和Instagram暂停使用 但有人呼吁剥夺他的MB勋章 内阁办公室在周五确认这一荣誉已被取消 原因是损害了荣誉制度的声誉 反犹太主义运动CAA对此决定表示欢迎 其他失去荣誉的知名人物包括 罗尔夫、哈里斯、吉米、萨维尔和罗伯特、穆加贝 卡塔尔谴责国际法院 关于以色列占领问题的双重标准听证会 半岛电视台 卡塔尔在国际法庭ICJ 关于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听证会上 指责以色列对国际法的双重标准 卡塔尔高级外交官穆特拉克 卡塔尼表示 有些儿童受到保护 而其他儿童则被杀害 国际法必须得到维护和适用于所有人 他还声称 以色列实施了一个种族隔离制度 以维持犹太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统治 在过去的一周里 超过50个国家对以色列占领的法律影响 向ICJ表达了他们的意见 美国面临四个威胁 但只有能力应对一场战争 专家表示 日经亚洲 拜登政府在国会推动一项庞大的补充预算 用于资助乌克兰 加沙和台湾潜在未来冲突的持续战斗 这引发了一个根本性问题 美国能同时参与多少场战争 国会研究服务 在一份名为大国竞争 对国防的影响国会问题的报告中指出 美国军队目前的规模 只能进行不到两场同时或重叠的重大冲突 该报告最近一次更新是在1月份 在冷战结束后的近30年里 五角大楼一直保持着两场战争构想 根据这一构想 美国确保自己有能力在不同战区 同时赢得两场战争 这个构想的理念是 美国将能够在中东地区与敌对国家 如伊拉克或伊朗作战 同时仍能够击败东亚的朝鲜 希腊在印太地区制定航线 外交官 希腊正在成为印太地区的重要参与者 作为欧盟拥有最长海岸线的国家 希腊在海上具有强大的存在感 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舶拥有国 希腊表达了对印太地区的兴趣 作为其域弥合欧洲与亚洲之间差距的一部分 它对与印度发展战略关系表达了兴趣 并且还表示有意与日本在印太地区合作 希腊参与该地区反映了其致力于一个包容的印太地区 并不排除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渴望获得基督徒选票 特朗普煽动宗教不安全感 华盛顿邮报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以使用世界末日的言辞来团结他的支持者 尤其是保守派基督徒而闻名 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 他警告说基督教面临威胁 并承诺建立一个特别小组 来对抗反基督教偏见 特朗普能够将自己塑造成基督教的捍卫者 赢得了过去选举中福音派的压倒性支持 虽然宗教参与度的下降是 宗教领袖们关注的问题 但只有右翼才存在一种被围攻的感觉 特朗普的吸引力 在于他承诺对抗更广泛的社会变革 并保护保守派基督教的价值观 内塔尼亚胡关于加沙战后计划 与国际目标的冲突 纽约时报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提出的加沙战后秩序计划 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愿望不一致 拜登政府和阿拉伯国家 呼吁加沙和西岸成为未来巴勒斯坦国的一部分 而内塔尼亚胡的计划 似乎排除了近期建立一个主权巴勒斯坦国的可能性 它的框架还要求封锁加沙与埃及的边界 可能会加剧与埃及的紧张关系 拜登政府是否会支持这些提议 还有待观察 以色列计划建造3300个新的定居点 他表示这是对巴勒斯坦袭击的回应 美联社 以色列宣布 计划在以色列占领的约旦和西岸地区的定居点 建造超过3300套新住房 以回应一起致命的巴勒斯坦枪击事件 这一决定很可能激怒华盛顿 因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 对哈马斯的战争进程中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这一举动遭到了拜登政府的反对 后者希望加沙地带和约旦和西岸 最终由巴勒斯坦人管理 作为巴勒斯坦国家建立的先决条件 在以色列右翼政府的领导下 定居点的建设加速进行 该政府中包括了定居者在关键职位上的人员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将为大家总结一下最新的新闻内容 首先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了一个 关于战后加沙地带的计划 计划中提到 以色列将在巴勒斯坦地区保持安全控制并进行重建 但这一计划遭到了巴勒斯坦官员的否定 另外 红海地区的军事化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由于野门胡塞武装分子对船只进行攻击 导致航线延误和成本增加 此外 巴勒斯坦援助机构正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 如果没有新的资金 该机构的储备将在三月份用尽 接下来 唐纳德 特朗普前总统 以其对基督教的支持而闻名 最近他在演讲中警告基督教面临威胁 并承诺建立一个特别小组来对抗反基督教偏见 此外 希腊正在成为印太地区的重要参与者 并表达了与印度和日本合作的意愿 最后 以色列宣布计划在约旦河西岸地区 建造超过3300套新住房 作为对巴勒斯坦袭击的回应 这一举动引起了拜登政府的反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个人认为 这些事件的发展将对中东地区的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并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冲突和紧张局势 同时 我们也需要思考如何寻找和平解决方案 以实现长期和平与稳定 现在 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 祝 六度世界是一个类似于地球的平行宇宙 六博士是六度世界的观察员 通过六度简报向观众介绍各个世界的新闻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